我可以知道就是说中国近年浅舰在台湾海上被募集到 这已经算是第四次了 当然我们来解释 那先说今天早上渔民募集的这艘中国的浅舰 从他的比较模糊的照片 但是还是可以看出他船的侧影来判断的话 很可能是洞九世家族的改进型 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说他垂直尾舵上面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脱衣声纳的一个装置 那第二个从余杜白 也就是日出的这个船的反光来看 很可能是由南往北 因为这个太阳出现他在船身的右旋 所以就表示右边是东边 那这样船手就是往北方向 所以从这些特征来看的话 很可能是他要从南海的这个第二潜舰基地 就北反去进行年度的维修 那第二个就是依照中国以前 洞九世纪潜舰出现在台海的这个样态来看 他都会有一艘就是水面舰半户来进行护航的任务 比如说2021年的11月 当时也有中国的这个洞九世潜舰出现在台海的位置 那也是有这个船舰进行半户的行动 所以可以合理的评估这艘潜舰他可能是北反去进行年度的维修了 好 苏翁如果你刚刚这样讲 如果是在进行维修那么有办户 感觉上对台湾的威胁跟这个挑衅的意味虽然没有这么浓厚 但是一度有这个军事迷就分享说 这样子最新型的弹级的弹道飞弹的核潜舰 大家都很想了解他的攻击力以及作战能力 威胁大概是在哪一个程度呢 塑造 好 家伟我们可以看这种战略核潜舰 第一个他所形成就是行作出栏的意义是战略上的 也就是他扮演核武的核战的所谓第二级的角色 因为潜舰躲在水里 比较难完全掌握 那就可以扮演一个所谓第二级的角色 也就是在遭到敌方核打击的时候 他就可以从水下进行攻击 第二个的话是战术上这一艘潜舰应该是属于 晋级或者是最新的096唐极 目前就是可能还没有唐极的中影 所以我们才会判断说是晋级094的改良型 那么依照公开资料来看的话 他水面的排水量大概是要8000吨左右 可以携带12枚左右的巨浪二型或巨浪三型的浅射弹道飞弹 意思就是他可以从台湾的东部水域对美国 本土进行核打击 这也凸显出为什么巴士海峡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共核潜舰要从南海进入巴士海峡 再到东部台湾东部的外海 他才可以对美国进行这所谓的核赫阻的一个功能 那第三个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这艘中共的战略核潜舰 他的侧面的剪影可能是改良型的这个晋级 但是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节照片来判定 那无论如何我想潜舰会浮航大概就只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可能是技术上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故障 他可能就要采取浮航的路线 那第二个就是水底的地形改变 迫使他在既有的航道上面要采取浮航 因为在澎湖以西这个水域是比较浅的 大概在50公尺60公尺左右 那第三个就是政治上秀肌肉了 不过从目前的判断来看的话 他可能就是一方面 因为美军最近也说可能中共如果要侵略台湾的话 他会让中共的这个灯物舰队变成地狱般的景象 所以他即使是北上就是进行例行的维修 也不排除是在向美军秀肌肉